打造苗栗變成觀光大縣 也是我的政見之一 當然 我們有很多的天然之源 我覺得要利用 三十年前不要說想 三十年前我都沒想到我會重振 其實我要選現場的時候 家裡人是害怕的 只有我你也不怕 苗栗的三十年後 我想它一定會成為一個 科技觀光的大縣 科技一定會進步 因為台積電來了 帶來很多的就業機會 再加上如果大西谷成形 苗栗會更進步 我們希望苗栗可以留出更多的年輕人 我想要讓家長有更多的選擇 年輕人就容易留下來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還是很注重他小孩子的教育 所以在教育這一塊 我想縣政府要做好準備 因為將來如果真的大西谷成形了 它第一個交通的規劃 你不能讓上下班常常塞車 這一點很重要 第二個當然就是我們水電的供應要無餘 當然我們有通宵電廠 所以我們其實有號稱五座大水庫 更重要的是它來這邊就業以後 一定要有好的住宅 其實苗栗這幾年 也在觀光上也用了很多的力量 現在來苗栗的新加坡跟馬來西亞的旅客 這個做我們手上有的資料 大概每個月是八千到一萬 打造苗栗變成觀光大線 也是我的證件之一 當然我們有很多的天然之源 我覺得要利用 就像現在我們兩個曼城 這個三義跟南庄 尤其三義的鐵道自行車 因為以前的龍騰斑橋是日本人做的日記時代 而且以鐵道來說 三義是台灣所有鐵道的最高點 它往南往北都是下坡 然後剛好山海縣的分離也是在苗栗縣 將來除了好旺角 還有山邊馬祖 還有白沙屯的拱天宮馬祖 它會變成一個觀光的廊帶 眼見雜誌當然的評論在社會上 當然大家有一定的公論 當然我相信我們台灣的鄉親 也非常信賴 所以我相信一定有它的公正公平性 也希望鼓勵我們全台灣 讓鄉親們的視野看得更遠 然後能夠看見未來的世界 中文字幕提供